近期南加州迎来了冬季的首场降雨 缓解了干旱 但也造成了山火灾区的泥石流 极端自然灾难在美国频繁发生 让人们意识到了环境恶化的经济风险 从昨天起连续三天 南加州 洛杉矶等地区迎来了大量的降雨 这也是今年第一场风暴 专家预期 这次风暴能够带来超过一英寸的雨水 并且许多地方是去年10月份以来首次降雨 据了解 这次降雨地区包括洛杉矶县 城县 San Bernardino县 以及河滨县 雨水在昨天的上午时点抵达 全天不断加强 今天仍然有持续降雨 明天上午会有震雨 气象专家表示 今年冬天的天气遵循了传统的Lanina气候条件 目前风暴正偏向西北太平洋和阿拉斯加 那里的冬天比正常情况更加潮湿 气象局预测 长滩和洛杉矶市中心 将有1.4英寸的大雨 临近航天顿海滩的河滨线 以及城县降雨量大约有1英寸 圣塔安那山脉地区可以达到2英寸 而随着昨日迎来的冬季第一场暴风雨袭击 很多地方出现了山体滑坡 泥石流和洪水的危机警告 上千名居住在之前山火灾地区的民众 被迫撤离家园 根据美国政府今年的公布报告显示 2017年野火 严寒 洪水和飓风等天然灾害 造成了3060亿美元的损失 写下了美国史上最高的灾损记录 部分媒体报道 美国国家海洋级大气总署的报告显示 2017年共发生了16次天灾 造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 至少有362人死亡 2017年 灾损金额远超过了2005年创下的记录 当年的灾损金额为2150亿美元 主要是由飓风Katrina 威尔玛和利塔所致 根据报告 2017年 飓风损失金额达到了2650亿美元 创下了历史来的最高记录 美西野火去年肆虐了加州的大部分地区 造成了180亿美元的灾损 是前一年记录的三倍 除此之外 美国本土2017年的平均气温为华氏54.6度 较20世纪平均温度上升了华氏2.6度 成为了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 继2012年2016年后第三温暖的一年 尽管川普政府质疑天灾不断发生的原因 并且开始带领美国退出对抗气候变迁的全球协定 这项报告凸显了这类灾害构成的经济风险 中天频道 正理报道